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巴金森症也是壮世代族群好发的疾病 它主要的就是脸部表情比较少 声音就变小了 手的动作就好像机器人 脚走路就比较少一点的步伐 所以就比较硬啊慢啊等等的 大部分都从一手一脚开始 刚开始以为是中风其实不是 是巴金森 那我们检查我们就知道了 当然有一些巴金森的病人 他手会这样抖啊抖啊抖啊等等的 那对我们的诊断 我们用脑部的持症射眼 跟多巴胺神经的射眼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多严重 那怎么治疗呢 巴金森主要是靠西药 因为他脑子的多巴胺神经少了 分泌的多巴胺少了 那我们就用吃的补充 一点的马多巴来补充它的多巴胺 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让它退化不要那么厉害 这个就要靠很多的运动 包括各种的舌头的运动 手脚的运动 走路的运动等等的 这个都是我们跟病人讲的 就是你要回到家里 与其坐在那里看电视 你就在那边蹲马步啊稍微蹲马步啊 练习脚的这个鼓四头肌的这样子的一个肌力 肌肉的力量 还有练习手啊 还有唱歌 舌头啊有运动吞咽也不会困难 讲话也比较大声 因为他都是用丹田在唱歌嘛 对巴进森也非常有用 他可以解除他的忧郁 可以运动 让他脑回路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